港导炮轰张柏芝迅速改口 张柏芝怒反击香港导演陈勋起日前对媒体开炮 直至张柏芝在演出他所指导的电影《阳门女将之君宁如山》时 表现极不敬业 还要整体剧组等他拍戏 但他昨日却对香港媒体改口 夸赞张柏芝的演出绝对非常好 曾在拍打斗场面时不慎受伤 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仍坚持继续拍 但他却被网友发现在微博点赞 批评张柏芝的新闻 言辞相当反复 陈勋起还向港媒透露 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张柏芝 而是他当时身体不好 如果生病会很麻烦 才需要多多休息 他无奈表示 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 不明白为什么传出说 我觉得柏芝坏了香港演员 敬业精神 根本没有这种事 面对陈勋起的批评 张柏芝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与众心常回应 做好自己心知就好 随后又说 这些年 我交了许多不再联系的朋友 花了很多不知去向的钱 做了很多费 力不讨好的事 不打算对这些批评 他的谣言表态 他还强调 时间让我们看出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喜我惹我惜之 嫌我惹我弃之 未来之路 我会继续努力 粉丝们现状则纷纷 为他加油打起 王氏08岁生日四族公主 网民 太奢侈了 因为2013年参加大陆真人 骚爸爸去哪儿 而成为小童星 看大陆导演 王月伦女儿 王诗玲 安吉尔 形象霸气 又成个小公主 韩 原来无惊无惧 已经八岁了 那日王月伦太太 立香就微博上载 多张生日party像 为party场地 布置一粉红色为主题 非常少女又梦幻 除做好多气球 四面又放晒一束束花球 铜蜡烛寒 重见到其中一个蛋糕重 系三层高天 真系非常隆重呀 而安吉尔就着上一条 闪暴长裙 家头戴花环 四族城堡入面看公主 果然半千宠爱在一身 而李桑就留言 亲爱的宝贝又长大了一岁 你已经是八岁的小姑娘了 爸爸妈妈祝福你 永远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天使 永远爱你 安吉尔一大善爷爷 为曲画开笑笑话 无耍网民助曲生日快乐 又赞曲亭亭玉利 不过都有人留言话 太奢侈了又笑颜公主命 亚港导炮轰张柏芝迅速改口 张柏芝怒反击香港导演 陈勋起日前对媒体开炮 直至张柏芝在演出 他所指导的电影《阳门女将之君》 宁如山时 表现极不敬业 还要整体剧组等他拍戏 但他昨日却对香港媒体改口 夸赞张柏芝的演出 绝对非常好 曾在拍打斗场面时 不慎受伤 脸肿得像猪头一样 仍坚持继续拍 但他却被网友发现在微博点赞 批评张柏芝的新闻 言辞相当反复 陈勋起还向港媒透露 并不 是所有的人都在等张柏芝 而是他当时身体不好 如果生病会很麻烦 才需要多多休息 他无奈表示 这件事我完全可以理解 不明白为什么传出说 我觉得柏芝坏了香港演员敬业精神 根本没有这种事 面对陈勋起的批评 张柏芝在自己的Instagram上 与众心肠回应 做好自己心知就好 随后又说 这些年 我交了许多不再联系的朋友 花了很多不知去向的钱 做了很多费 历不讨好的事 不打算对这些批评他的谣言表态 他还强调 时间让我们看出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喜我惹我惜之 嫌我惹我弃之 未来之路 我会继续努力 粉丝们现状则纷纷为他加油打起 王氏08岁生日四族公主 网民太奢侈了因为2013年参加大陆真人骚爸爸去哪儿 而成为小童星看大陆导演王月伦女儿王诗玲 安吉尔 形象霸气又成个小公主韩原来无惊无惧已经八岁了 那日王月伦太太立香就微博上载多张生日party像 一个party场地布置以粉红色为主题 非常少女又梦幻 除做好多气球 四面又放晒一束束花球铜蜡烛寒 中见到其中一个蛋糕种 系三层高天 真系非常隆重呀 而安吉尔就扔上一条闪爆长裙 家头戴花环 四族城堡热面开公主 果然担心宠爱在一身 而李香就留言 亲爱的宝贝又长大了一岁 你已经是八岁的小姑娘了 爸爸妈妈祝福你 永远是最幸福最快乐的天使 永远爱你 安吉尔一大善爷爷 为曲画开笑笑话 无耍网民助曲生日快乐 又赞曲亭亭玉利 不过都有人留言话 太奢侈了又笑颜公主命 呀